拿定理的食物,拿定理的飲料 我們又玩了,Katawa Shoujo 啊,我喜歡我的飲料 真的很口渴 那我現在終於回到香港了 玩玩遊戲吧 Katawa Shoujo 其實呢,我現在... 嗯,要喝嗎? 其實這隻遊戲我覺得... 都不錯,其實我挺喜歡這隻遊戲 所以也是 繼續吧,Load Enter Stage Left 是不是這樣這個? 按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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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前面那個... 人家說... 我那次問大家 這隻東西叫什麼名字? 就是前面那隻怪獸 好... 有人說他做田鼠男 是嗎? 或者... 有人叫他... 災難後的男孩 不知道是真名吧 要是說... 那些人自己亂想的 亂改的 不過無所謂 災難後的男孩 好荒謬 真的很像油畫的名字 我真的... 可能fake了我都未定 那即是真還是假 被你玩了 但是田鼠男好像挺有趣的 算了,災難的田鼠 好嗎? 災難後的田鼠 無所事事的我 被毀山領著走過走廊 然後下樓梯 我的帽子不見了 躲在那裡 嘩... 這是英文來的 等一會兒 我轉一轉 這是英文來的 我重新開過 no 重新出去 哪兒... option retur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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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要回到這裏才行 option language selection oh sorry I'm so sorry 唉 對不起呀 災難後的田鼠 明明... 開始了 米沙 我們早知道有個轉校生意要來 不過我不知道今天來 太早了是不是小狗 小狗 上次說了 小狗 嘩... 是不是很合適呢 難道不是嗎 我不是說了錯話 咦... 是這裏嗎 我不明白有什麽合適 是這裏嗎 我記得這裏明明不是這裏的 明明這些台詞是這裏的嗎 算了 很合適呀 但是你的樣子和我想像中的一樣 嘻嘻 他不說話 靜音 哈哈哈哈 沒錯 你看起來就像一個小狗了 唉... 謝謝 我不明白為什麽所有人都這樣想 嗯... 肯定見過這裏 我不是想看來有點不知所措 嗯... 哈哈哈哈 啊... 對不起 小靖想讓你知道 他是班長來的 如果你有什麼想知道 你可以隨時問他 是嗎 嗯... 現在對於這個客客的感覺如何 如果你還沒走過 可以帶你四處走走的 並且令你熟悉客客的環境 肯定肯定我看過 因為我記得沒有了兩位 然後只剩下一個田鼠男 只剩下災難後的田鼠 米塞卡了一下 令到這個生辭近乎完美的翻譯中 突顯了出來 哈哈 哦... 這是我來的 哦...多謝了 那真是幫我... 我以為是米塞 今天真是幫了我大忙 因為我今天是直接來教室的 不需要無理 不要到處走過 正音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不行的喔 那不行 那不行的喔 你要去哪裏啊 那要去之前... 你要去哪裏呢 就要去... 在去之前 把那裏的狀況解清楚 不單止學校 所有地方都要 好 永遠即使是去七世都是這樣 真的 小靖 哈哈哈哈 這個女人有點人格分裂 哦...不是 因為她同時間要跟我... 哦...要跟她講的 要跟我講的 OK 搞清楚要去的地方 我才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或者我根本上不用去計較 我到這裏沒什麽期待 即使我必須承認自己是身不由己送過來的 但現在呢 還是不要生夠這個問題啦 我什麽都沒有說 好... 偉莎被劃了幾下 原來聰聰聰堅 是否聰聰呢 對 什麽來的 看起來好像在說起我 我想... 文杰偉莎 我想趴在桌上 兩個女生笑著 但是那個聰聰令我受到相當的打擊 你稀釋不太好 沒事嘛 喝喝點湯啊 嗯... 請不要誤會啊 我們不希望人... 我不希望人害怕提出問題 人只要不停地提問 才可以學到東西的 是 提問是非常正常的東西 要跟... 提問是... 哈哈哈 我忘了用它做一把高音 提出問題是非常正常的事 要跟人幫手 要... 要... 跟... 要... 要人幫手是一樣的重要 不要一副考試不合格的表情啦 我記得了 我明明記得你叫你上次不要這樣說的喔 那時候剛剛考完試嘛 說這些話 哇哈哈哈哈 好... 嗯... 啊... 還有啊 你跟小靖不需要用語家道 或者班長之流肯定的 這裡 大家記得嗎 肯定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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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回來了 好奇怪 剛剛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發覺 說這段話就是說 你... 你... 不需要叫靖音做靖音的 你叫小靖就行啦 算啦 還是不要啦 正音啦 那段呢 是有這段東西 但是後面的場景不同的喔 好啦... 不要管啦 總之我會不會發現了Bug呢 好啦... 不管啦 總之我記得是這段完結之後 之後呢 就... 就搞定了 咦... 回來了房間喔 兩位女子之間的差距好大 對了 這裡我記得你還有的 叮叮叮叮叮 吃飯啦 無所事事的我 對了 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之後我們完了 好啦... 我們現在開始了 好啦 無事事... 無... 無事事... 無事事... 無所事事的我 被偉莎領著走過走廊 然後下一個樓梯 哈囉 下次... 每次見到阿災蘭 災蘭後的田鼠跟他... 哈囉 哈哈哈 挺帥仔 啊... 哈囉 我... 哈囉 哈哈哈 好啦... 然後下樓梯啦 我呢... 向下走 穿過我遇見舞騰老師的大廳 最底的一層 這個食堂跟學校其他部分一樣 空間看來比較寬敞 而且呢... 跟古典風格的外場相比 室內的裝修顯得過於現代化 巨型框形的... 是嗎? 好像見到的... 好像在廣告一樣 我... Déjà vu Déjà vu 隨便吧 這就是食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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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開場白明顯以前過頭 周圍的人都... 我覺得她很大聲啊 她說... 這就是食堂了 這就是食堂了 哈哈哈... 這個女孩很搞笑 菜單雙床... 雙...雙...雙...雙床... 相當之長 看來不錯喔 但是我們呢... 就馬上發現菜單上有很多款式 都是為了有特殊善食需求的學生而設的 真的沒有花生沒有食的 真的不錯喔 感覺... 哈哈哈... 這個主角已經開始自暴自棄了 真的... 嘩...真的不錯喔 感覺又開到醫院這樣了 又要吃那些專為病人需求而停滯 每一份經過精心計算的飯菜 啊...真的好啦 哈哈哈... 我隨便點點點東西 然後就用正音呢 找到桌子 面對面的坐下啦 他和正音面對面啊? 我就好似.. 嗯... 嘴獵般 營雀不想吃的東西 啊.... 真的... 倒能視為什麼 如同嘴獵? 蛟! 蛟!蛟!蛟!蛟 Festival! 我如同蛟舵般 vean Tall 其 Seriously particle vana 在旁邊 塗在我的字 然後是指向正音 嗯...我不明白首語,所以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真的這樣看著它 或者有人跟你說話的時候,你要看著對方才是合乎禮儀? 你有沒有東西想問啊? 什麼話? 隨便問吧,我是你們的響導,如果你想問的話就立刻開口吧 我想... 問一下... 圖書館靜音...這個...這個根本上不是問東西的 問一下靜音吧 夠夠夠夠,咦,按不到的,沒理由的 咦,按一下這個,看來 是,按到了,咦,聽到了 Technical difficulties, sorry 靜音引起我的興趣,我想問一些關於它的東西 但我不可以經常問到...我不可以問私人的東西,是嗎? 嗯... 我想不到其他,我想不到其他可以問的問題 於是呢,就將注意力轉移到我母親 喂,那你叫我選擇,為什麼真的不問? 那女生呢,就繼續聊天了 米莎和靜音非常激烈地... 不時向我這邊看一看 然後呢,但米莎根本就沒有打算跟我翻譯 或者他們在聊聊女生之間的秘密 對呀,你們的女生,你們... 我知道有些觀眾,你們有很多這些東西 你們... 隨便吧,這些... 聊天啊 秘密,我很快就發現手語對話 不可以消除沉默的尷尬 我們很快就... 要好聽這首歌 有些周董的音樂感覺 我們很快就回到教室了 但我們不是最先到的 之前注意到那個黑佛女仔呢 只在這裡趴在最後一排的桌子上面 她當米莎好像西牛一樣... 一樣優雅 好像西牛一樣優雅地衝進去教室裡的時候 女生嚇到跳起來了 那馬上很快就回到座位了 我就隔著幾個教室都可以感受到... 我隔著整個教室都可以感受到她緊張的情緒 似乎只見到我們 就可以讓她慢慢變成石頭一樣 米莎和靜茵 如果沒有注意到呢 要不就沒有注意到 要不就根本上不在意 兩個人直接就走到她身邊 趴在自己的座位上繼續聊天了 那個女生不見了 怎麼變成這樣呢 這個有沒有 回到學校後的節奏感很奇特 就好像有個大哥記得學校是怎樣 但我的身體卻不記得 那個大哥 大哥不誠實啦 身體... 快到下課的時候 我開始打荷險 計算剩下的時間 即是她就是死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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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得不要說好像快死一樣 計算剩下的時間 計算... 計算... 放學... 上學等放學 今天呢是第一天上學 我不應該這麼累的 或者這個是在醫院裡面這麼長的時間 令到我變成這樣 我甚至感覺到身體的虛揚 沒有生氣 過了一陣子 學校的靈響起了 叮噹叮噹 希望... 今天的課總算是結束了 米沙和靜韻在我旁邊 聊了兩句 兩個人商量了一陣子之後呢 米沙轉身 看著我 怎樣看啊 米沙是不是那個... 是不是好像精緻那樣的 嘘... 10度 這個是靜韻 米沙是這樣 這個是靜韻 好厲害喔 小狗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不可以陪你四處走 我們要先走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喔... 等了很久 等了整天 我剛才有計時介 就是介你們打算 跟你出去逛街的 我相信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去的地方 你自己撿生 小狗 小狗 等一等 老師說要我去找護士 你知不知道怎樣走 你知不知道怎樣走 喔... 這樣子 那起碼我們可以帶你去那裡的 走吧 護士有獨立一間大樓的 我們要去那裡 出去... 我們要從這裡去那裡 我們要從這裡出去 喔...這裡出去 哈囉... 哈哈... 我們隨著下樓的人潮 走了出去 這班女生還... 跟我指出同一個走廊的高年級教室 我們出去之後 那班女生... 為什麼要女孩門很煩 那兩位... 向教學樓旁邊的矮樓走過去了 由於是同一個風格的建築物 所以看來好像轉建築物的一部分 其實正音你不說話你不要打出來啦 好煩啊 又要說這麼多次 這裡就是庫樓 這裡就是庫樓了 裡面有很多辦公室和重要的職員室 譬如說是山九基金的辦公室 和所有護士的辦公室 裡面甚至有個游泳池 哈哈... 游泳池... 對咯... 關什麼事 游泳池算不換東西去辦公室 嗯... 不要沙拉小狗 當然是為了身體健康 康復訓練而準備 那不合理 他們這間是類似醫院的學校 醫院的學校 那游泳池 是不是很合理的? 哈哈哈哈 就像那個什麼... 汽車維修員那個呢 這間... 又是一間學校來的 游泳池是很合理的 總之所有醫療設備都在裡面 護士長的辦公室是一樓 一樓... 其實一樓... 你到這裡就沒問題吧 是不是 那我們走吧 明天見 拜拜 就是... 為了實際教學 無關的人專門... 蓋一樓... 樓? 我猜這個地方真的有這個 需要掛 而且很有錢 我走進去 希望他跟老師說 是一次短暫的見面 左邊一線白色門上面呢 必須記住綠色的十字架 十字 還有護士長的字樣同一 和一個名牌 這間房間是不是就是護士長的房間呢 有護士長的牌 還有一個綠色的十字架 可能是 在我敲門的時候裡面有一個回應 聲音幾乎同時響起 但我沒有聽清楚他講什麼 就是這樣說 你好嗎 哈哈哈哈 這麼快 聽起來好像我將... 聽起來好像是要我自己將... 自己推門進來 那好吧 恭敬不如從永了 去...去...去... 去...去... 房間不太大 但有股奇怪的氣味 有一個貌似的很友善的男人 在辦公室裡面轉過身來 看著我 他的桌子很乾淨 既然上面有很多咖啡啊 杯啊 流下來的環狀痕跡 桌子底下都有垃圾桶呢 裝滿用過的醫療器具 唐噔 微笑的男人 你好 找我有沒有事 有啊 不過有什麼事呢 下次再說啊 好嗎 今天就差不多啦 下次再見啦 拜拜